我介紹得有多少個屁股 好 阿肥,我的槍很重 你鋪了鐵嗎? 這個跟鐵沒有分別 正常 因為我常打遊戲,我都覺得槍太重 有沒有東西可以揹著,但舒服 有,就是現在桌面上 Bull Fox Gear Vigas Lane 好用嗎? 我介紹得的,不會怎樣 好,在聽阿肥介紹之前 還沒訂閱我們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這個鈴鐺 按旁邊的鈴鐺 我們有影片,你們就會第一時間看到 好,介紹一下,我是PTS的特約報道員Samantha 我是吃多少肥的阿肥 喝水都肥 好,可否說一下 這幾條帶是怎樣用 或者有什麼特色 好,首先介紹一下 Bull Fox Gear Vigas Lane 你知不知道 我聽過這個故事 不如我跟大家說一下 以前有一個叫Larry Svigas 他當兵的期間 發覺沒有一條槍帶 是迎合到我們士兵的需要 所以他就跟Bull Fox Gear 談這個問題 同時他認為一條好的槍帶 應該要將槍帶的扣 其實是要簡化 以及變得耐用 所以使兵用的時候 可以不用多憂慮 所以Bull Fox Gear聽到之後 就覺得這個想法真的非常好 那就加入去研究這個槍帶 研發期間 Ficus做了很多研究 最後在第三個版本 他終於研究到一個很適合的版本 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Ficus Lane 因為Bull Fox Gear Vigas Lane 這個設計的概念 就這麼好 所以其實給美國軍方那邊 已經認定了 他是軍法用品之一 所以其實他變相 在用家方面 或者在軍人方面 已經是一個認可 除了最標準的版本 其實他近年都演化出不同的配搭 沒錯 就好像現在桌上 我們一堆的Sling 這個有PET的PET的Sling 沒錯 然後一個就是帽 就是這樣一條帶 另外就有些PET的Sling 裡面有一些可愛扣 或者其他衣服 一會兒再慢慢做一做一介紹 所以我們為了迎合大家的需要 我們都加入他們 對 因為我知道市場上 很多有PET的設計 都是後加上去的 但是會容易走位 所以我們這個Blue Sports Gear的窗帶 我們就直接陷入了上去 那就令到沒有那麼容易走位 對 還有他兩款的設計都是一樣的 需要自己後加一些小配件 例如MacBook的QT Sling 或者夾扣 自己配上去的 這是他的最大好處 還有他這個位置 是有一個快拆的伸縮手抽位 可以快速調教 即是我們打打一下遊戲的時候 就可以快速 對 沒錯 還有第二件事 就是他本身兩條帶 如果沒有PET的話 是說只有1.5吋 但有PET的話 就去到2吋 那麽闊就闊在PET中 其實有PET和闊在PET中 就令到我們打打遊戲的時候 沒有那麼容易出現肩膝的疲勞 和舒適度是大大增加的 咦 可否說一說呢 我們有抽手的 是 拉到最長和拉到最短的那個長度 大概是多少呢 如果我們計算沒有Pack 最短的話就是54吋 然後拉到最長是64吋 有Pack這個長度就由57吋到67吋 沒錯 那我們下一個 好 Blufoss Gear 都知道大家對QD的需求是越來越大 所以它出了一條兩邊都是以Push Button的QD扣去安裝的窗帶 Push Button就可以令到我們很輕易把QD扣安裝在窗戶上的QD座 沒錯 同時裝插都非常方便 因為你按鈕就這樣拿出來 是的 其實QD扣在美國已經生產了很多年的歷史 亦都供應了超過50萬潮給我們不同的部隊 沒錯 其實對它有一定的信心 除了兩點式的窗戴之外 Rica's Lane 出了一款是221的款 怎樣分別呢 其實在窗戴上加多了一個位置 讓用家在有需要的時候直接拍到QD座 令到它變成兩點式 變回單點式 沒錯 那這個真的是一個很方便的設計 對呀 如果你用了MP5K或AK74U的朋友 這個設計都比較方便 因為它沒有尾托的窗戶 沒錯 哦 因為我們沒有尾托 所以我們就要利用窗戴的位置 成為一個支撐點去控制窗戶的方向 其實它的用法都很簡單 只要把窗戴扣回窗戶的尾部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藍上去 把窗戴拉緊至到胸口位置 這樣令到窗戴和窗戶之間有一個拉力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多一個點去做一個… 承托 嗯 而且其實我們這些窗戴 Blue Fox Gear的窗戴一向都用一些很舒服的布去做 所以其實你的臉是可以貼住的時候 又不會磨擦到你的臉部 都蠻好的 如果大家都喜歡的話 都可以因應自己的需要 上我們PTS的官網 選購適合自己用的窗戴 如果有甚麼不明白的地方 都可以去我們IG、Facebook、Inbox問我們 我們都會為你的需要 提出哪一款適合你用的 那我們下次見 就這樣了 拜拜